主席各位委員 剛才賴斯堡委員他講 我們農委會的主委陳吉仲在哪裡 連講了三次 這個我們工廠管理輔導法 怎麼樣讓農地上的違章的工廠 變為合法 那我們有多少工程的農地 會變為工業用地 我們的糧食安全可不可以做得到 所以剛才賴斯堡委員講說 農委會的主委陳吉仲你在哪裡 講了三次 可以說在審查工廠管理輔導法 農委會是失職的 第二個我要問 環保署的署長張子慶你在哪裡 你對於工業用 這個農業用地的這些低污染的工廠 這些他造成的空氣水土壤等污染的影響 在我們審查的過程之中 沒有聽到環保署針對這個方面有任何的答覆 所以環保署的署長張子慶也是失職的 我們內政部的部長徐國勇很少參加這個審查會議 那我們一直強調十年之後土地要變更鞭定 變更用地 那我們內政部的部長主管整個土地的部門 將來要花多少時間讓這個工廠能夠合法 沒有清楚的說明 那最後衛生福利部的部長 陳時中你在哪裡 幾乎都沒有針對我們這個工廠 它的造成的這些污染影響我們民眾的生命健康等等 沒有任何答覆 只有強調二十五年十年登記 後面的十年二十五年變為合法 那我們這個產品依法禁止製造 什麼樣的產品 都沒講清楚啊 所以這整個我們這些中央主管機關 幾乎都是經濟部說了算 這些衛生福利部環保署 列政部全部都是實質的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我們工廠管理輔導法 早日刪讀通過 為了我們年底的大選 民進黨為了年底的大選 要抓住這些工廠管理的這些選票 那對於這個特定工廠落日的問題 本席行政院在修正的文字是二十五年 本席是支持應該是落日到二十年 這樣才能夠積極督促 我們違章工廠的改善跟圈移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請許委員育人